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好 我們現在就講到 我們現在就要專門調調 叫做 quantikliniality 這件題庫順便你們要講的 什麼是quantikliniality quantik and you will tell 這個多遠或是多少 quantikliniality 叫做quantikliniality quantikliniality 就是多遠或是千金 欸 那多遠或是千金呢 當你在跟回國的時候 你希望每一個quantikliniality 它都會有功效 對不對 它都會有它的unique value uniquequantikliniality 對不對 但是 你如果放了兩個東西 或是三個東西 放得相當很高 非常的高 高到 你的回歸裡面 大部分都是他們共同的 overlife的地方在預測 那麼每個人獨特性變得很小 OK 那這個時候你的回歸model 其實就會失真 然後你會不會model 它在做的時候就會造成 你之前看到的 整個model顯示 但是在perlick 沒有一個限制 那同時 這個其實真的是小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 當你有網打回歸model 的時候 它的se 網纜的內容 針對每一個變相 我們在test它 uniquequantikliniality 的時候 它的uniquequantikliniality 就會變得很危險 所以 摩蟲後天使你三個外層病 也是個大問題 他需要更多 那怎麼做呢 之前的迷你許可 它其實在這邊 還是用多一筆資料 好了 實在太難度了 那請你回去 這個要跟他說 我現在用整體的資料 再用來收入data 然後我還是要同樣的模式 還是要同樣的模式 Immersion Step1 還是剛才那兩個 Step2 就是這三個 這這五個 那我在status裡面 有一個東西叫做 我給你Immersion 看到沒有 貢獻性診斷 貢獻他 他就會利用貢獻性診斷給你 然後你就會貢獻 你在貢獻的貢獻的時候 基本上 叫叫叫叫叫 叫叫 走過來 走過來跑 踏步過來 走過來跑 可以嗎 好 那我看OK 你可以OK 好 好 前面我就跟 跟女生講過對不對 那你可以告訴我一下 那你勾選 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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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所以第一減量R平方 那你希望這個第一減量R平方 越大好的是越小好的 來 先想一下 我們希望不要有貢獻性 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看到R平方不會是落實條線 五個人會是後面面上線 那所以第一減量R平方 那個R平方要大還是小 你希望它不會小 所以第一減的R平方要大 OK 所以你希望一減的R平方的數值比較大 那它如果太小 小到多少 我們想多大 你記得嗎 叫做0.1 小於0.1的時候 就可能有貢獻性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 Polar是不可以小於0.1 那反之 DIF Tolar跟E DIF不能怎樣 不能大於10 當你的Tolar小於1.1 DIF大於10的時候 就有可能造成貢獻性的問題 可以嗎 這是第一個辦法 Polar的是不壓力 好 這是之前講過的喔 那但是呢 如果你再往下拉一點點 你會看到有一個Table 它就叫做 看到它沒有 看到這個沒有 有嗎 看到這個沒有 好 這個該是什麼呢 這個也是 那個 多重貢獻性的前面之一 我們往上找 拋辦公主 我們去看一下 就是 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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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Table 它討論的叫做 Virance and Incomposition 就是 它其實呢 是 它是 它是 Table Value 會不會很少 Divention 會不會很少 會不會很少 什麼時候你看到 Walue 沒說 那這 這個叫做varrant's emotions 它做什麼 它把你再往迴歸的這些 EOS 協力的定義 去拿來做定義門企業的概念 對嗎 然後你會發現 第一個M1 以為最大是在哪裏 我們說第一個睡覺出來的那個 那個因素應該是最大的 然後後來會發出那個比例變小 有沒有看到 OK 那如果你用最大的 放在分 分分 放在分 用它來處理這一個dimension 就是它們的一個比例 比如說第一個是7.6除上7.6 很好吃 第二個7.6除上0.231 這個 7.6除上0.231 它們有算 它的數值也算 7.6除上0.231 7.6除上0.231 對嗎 對不起我講到拍很好 要拍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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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之後要拍很好 所以 7.6除上0.231 開5 7.6除上0.231 開5 3 7.6除上0.232 20幾嗎 26 27對不對 多少 5 7.6除上0.231 7.6除上0.231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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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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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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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或是更大 就也有可能會有貢獻性的問題 首張欣賞 這裡是最大的圖配的當格 這就叫做到供給心態 這就叫做到営素 那整個比心態 你還有最大的儲藏最小的 那叫做供給心態 其實就是你最後一個 最大指數最小的就是condition number 在這裡 希望他也不要稍微三十 就對了 對不對 因為最後一個是最小的 第二一個大指 這個指就是你condition number 那這是名稱的名稱 一定要記得 這一連串的 也希望他不要再多三十 OK啦 那如果這個有超過三十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往後拉 好 往後拉 這個baric 那個condition 它就類似音觸分析的概念 那他們認為 這個東西呢 希望的baric 就是每一個predictor 在萃取出來的一兩項 主要的同時兩個大量的 連結 他們會提供就是靠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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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這個等下 每一個 這個他最後一個 比他最後一個大於三十的 等於四十五來對不對 四十五看起來 大於零點五的 沒有 所以我覺得是pustin pustin我通常不管他 pustin不管他 而且就算有了這一個 所以是沒有這麼大問題 這個數值超過三十 大家看一下後面 有時候會舉的量是兩個predictor 都是在連累不上 兩個固定在連累不上 或者你往上推一看 倒數第二個 sat 有沒有 可能是是 標誤上的formance 為什麼就是我指教保證的 倒數第三個 a.bowners interments 點七五 點七二跟點五三 有沒有 可是你往前就看 那個CI24.5沒有上過三十 所以問題不得大 那什麼時候會有 來點愛或幾個問題 你要多重觀察 第一個就是VIRUS跟POWERGE 第二個就是CIO 第三個就是PROPORTION 就是它的萃取量 就是萃取量的東西 投幣看起來 通常如果它是一個 發明覺得有問題的話 它基本上就會在第三個 裡面顯示出來 然後在VIRUSPROPORTION的時候 一般不會特別去看TOMSEN 再說一次 TOMSEN就是我們所謂的接近 對不對 接近不是很可疑 可是它沒有太大的疑問 你會 這可疑 就是你的1234567 7個是不可疑 不會看 7個裡面如果兩個 紅池都一點點 就是當然同搜尋 那表示他們的關係 可能是很接近的 那你說應該很大 他就像你前面也要看他的照片 然後你要看他們的VIRUSPROPORTION 這個叫做多重貢献性的解釁 通常喔 通常你只要思考一下 你要把影叉跟POWER的產生問題 來來來來 他就說1.R比方對不對 他就是1.R比方 是你POWER的 你要把這個數值小於1.1 請問你的相關要高於多少 這個數值小於1.R比方要多少 要大5.9 開5號請 1.R比方要少 到1.R比方要5.9 有3.R比方要5.30 它比较多少 -0.94 -0.94吧 -0.95 所以兩個這麼像 這個變數跟其他人的話 已經要到0.95以上 它才會在PIR 跟PIR 產生問題 它其實是個很 我覺得它的流程度是很高的 要是有變數跟另外的變數相關是0.95 那它們基本上代表大概是什麼東西的吧 無可適的測量度上 我們現在實在0.95都沒頭 可以嗎 所以其實 就是你要達到我的PIR 你要做什麼問題 如果這個有的話 有什麼問題是還沒做的 好 那這是多種空間性能減輕的部分 這邊都 這邊有寫 跟你講說 這步驟都要怎麼看 你如果忘記要怎麼去看一下 這個腳的機會要來講一點 鑽一點東西 對不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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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